我和如烟在寿楼部买房 他父母冲出来说我是骗子 对我们又打优马 如烟被推下楼 在医院里他跳楼了 而这一切背后还有我父亲的手笔 我决心为他复仇 却惹到了市里顶豪公子 可顶豪他爹 好像是个好人 砰 一个人从高处坠落砸到我眼前 几乎就是一瞬间 我看到他的手脚由于巨大的冲击力 被扭曲成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 鲜血从他脑袋下秘密流出 砸在地上的半边头都熬了 我即将结婚的女朋友 就这么在我的面前 从医院顶楼一跃而下 恍惚间周围人高呼着围了过来 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耳边只剩下嗡嗡的轰鸣声 明明二十分钟前 他还笑着对我说 想吃街角的半熟之事 这是他被网爆这些日子以来的 第一个笑容 博达 以后我们做个电竞房 下了班就可以一起并排玩游戏了 博达 你别在意他们的话 日子是我们俩过的 博达 博达 满脑子都是他在叫我的声音 温柔的 开朗的 气鼓鼓的 可爱的 调皮的 我恍恍惚惚坐在抢救室外 呆滞地回想起 这些天发生的一切 三天前 是我和柳如烟约好 一起去买房的日子 我们在二楼签约大厅 柳如烟挽着我的胳膊 笑得一点幸福 我和她的积蓄 在毕业五年后 终于可以在这座城市 买下一间小小的两居室 尽管只有69平米 但我们都很知足 我仔仔细细地看着合同 如烟的下巴就搁在我肩头 开心地和萧瘦 有一搭没一搭地打去 真羡慕你们啊 感情真好 今天和你们签约 也让我沾沾服气 母胎单身啊 萧瘦小姐很健谈 哄得如烟笑弯了眼 但就在下一秒 一群人冲进来 一把掀翻合同 粗暴地把如烟从我身边扯开 我刚看清来人 就猝不及防挨了一拳 如烟惊呼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干嘛 干嘛打拨打 快住手 萧瘦小姐被眼前的变故惊呆了 赶紧跑下去找保安 若烟死死拦着 还想动手的柳妇 她妈妈在一边 提高了嗓门怒骂 别独自 38万彩礼都给不出来 还想娶我女儿 臭农村的 现在还骗我女儿的钱买房 葬良心的玩意儿 赶紧滚回你那乡下破瓦房种地去 人无狗样的东西 花言巧语骗女人 你倒是有一套 怎么没见 你有几分挣钱的本事 随着她骂得越来越难听 越来越大声 其他人也渐渐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如烟又骚又急 仗红了脸 赶紧开口阻止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和博达从大学就在一起 到现在九年了 我是自愿和她一起买房的 我们自己的小家自己建设 还有错了 你别说那么难听 博达工作很努力 在公司领导也很喜欢她 她是有能力的 一旁看戏的是如烟的姑姑和堂姐 柳妞与母女俩 他们走上前一人一边 把如烟夹在中间 开始煽风点火 如烟你还年轻 对这种穷婊丝的甜言蜜语骗了 姑姑是过来人 男人可不能嫁这种没出息的 如烟堂姐也帮腔 眉梢烧眼角都是掩不住的得意 是啊 如烟 你虽然不能像我这样嫁豪门 也不能选这么个废物啊 说完把手里限量款的包包 提得更高了些 拢了拢碎发 露出耳边的钻石耳钉 我捏紧拳头擦了擦流出来的鼻血 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不理会这两个小丑 真诚的对如烟的父母说道 叔叔阿姨 现在虽然我没有很多钱 但我会对如烟好 也会努力工作让他过上好日子 这些年我攒了二十万 如烟也攒了十万 我们可以付首付买婚房 彩礼钱我也会存够慢慢给你们的 我的工资今年就涨了两次 现在每个月到手已经一万五了 我还年轻 以后还会 我话还没说完 如烟妈妈一脸比一不屑 将一口唾沫直接吐到我脸上 我呸 也就是如烟 见骨头 肯听你画大饼 粘稠的口水 糊满我的自尊 混着食物发酵的臭味 可抬头看到如烟焦急的脸庞 我又默默低下头 听着那些辱骂 如烟跟着我已经够委屈了 我说些屈辱算什么 可柳云与母女俩 还在一边煽风点火 让刘母的怒火 又转到了如烟身上 她转头指着如烟开始骂 那些不堪入耳的词 源源不断地刺激着 每个看客的神经 赔钱货 倒贴 下剑 剑骨头 想男人想疯了 不值钱的玩意儿 我从未见哪个母亲 用这样的词汇 去辱骂自己的女儿 我忍不住上前想护着如烟 却被她拉住 她含泪平静地告诉众人 爸 妈 我和博达 其实已经偷偷领证了 我现在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从大学 你们就不支持 如烟哽咽着 用力吸吸鼻子 抬头直直盯着他妈妈 质问 可是妈妈 我人生的哪件大事 你支持了 如烟被勾起痛苦的记忆 单薄的身子摇摇欲坠 泪眼萌萌地吼道 我的痛苦你看不见 我的幸福你看不惯 我到底要怎么妥协 才能是你想要的女儿 柳母露出心虚的表情 没有回答 但柳父听说 如烟已经和我领政炸了 一脚踢在我肚子上 将我踹翻在地 挥舞着拳头 扬言要打死我 毕竟是如烟的父母 我不能还手 如烟见状赶紧去拉 柳玉玉一家 在一旁看似劝架 实则煽风点火 一时间现场乱作一团 啊 如烟惊呼一声 我赶紧去拉 只来得及看到她惊慌的面容 指尖掠过我的手 没能抓住 混乱间 不知是谁推了如烟 她从旁边楼梯口滚落 我冲过去的时候 如烟已经昏过去了 身下温热的血液不断流出 白色裙摆翻过来 盖住了她一半的脸 好事的看客纷纷举起手机 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拍个不停 我赶紧脱下衬衣盖住如烟 嘶哑着声音怒吼 叫他们别拍了 可孩子还是没了 但是好在如烟没事 命运没有就此放过我们 不知道是谁 把如烟母亲骂她倒贴赔钱货 和她滚下楼梯的视频 发到了网上 网友纷纷指责如烟是活该 就是有她这种倒贴的女的 现在女权才得不到发展 恋爱脑去死吧 我说媚男女别太离谱 孩子没了就是媚男的报应 要我说 孩子就是怕沾上这种家庭 才不来吧 好可怕 屌丝骗婚男爸爸 恋爱脑到天女妈妈 好可怕 他们甚至人肉出了如烟的手机号码 每天给她打骚扰电话 发各种短信辱骂她 想到这里 看着抢就是亮着的红灯 我握紧了拳头 如烟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 情绪越来越差 直到今天 那么高的楼 我的女孩 她一定很疼吧 一刹那 那些丢失的 空白的情绪 像潮水一样洗来 将我淹没 四肢百孩被痛苦填满 我抱头咬住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流着泪祈祷奇迹发生 哪怕如烟只能在床上躺一辈子 我也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但奇迹是看不上我这种穷人的 只有厄运总对我们投下垂青的目光 如烟死了 死在我们就要有一个家的前夕 一夜之间 丧妻丧子 我把自己关在我们的出租屋里 从白天睡到黑夜 又从黑夜睡到白天 我不敢醒来 我害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只要我睡着了 我就能告诉自己 都是梦 也许下一次我醒来 如烟还在我身边 我没有办法清醒地去承受 失去她的痛 直到我妈看不下去 来我家告诉我 害死如烟 你爸也有份 是你爸告诉了如烟父母 你们拿出积蓄要去买房的事 时间 地点 他事无巨细都说了 我恶然 红着眼问母亲为什么 因为 你不是你爸亲生的孩子 你也知道他从小对你就非打击嘛 我嫁给你爸钱就怀孕了 他是知道的 可咱们村里就他娶不上媳妇 他说 一个野种 凭什么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仰头流下狼狈的泪水 如烟死后 我恨过很多人 恨网友 恨他父母 恨自己 现在连我以为的至亲都恨不得 我永远生活在烂泥里 母亲告诉我 明天就是如烟的葬礼 他红着眼 让我振作起来 至少要好好去送送如烟 我收拾了如烟的遗物 赶去葬礼 不出意外 一看到我 柳父就冲上来给了我一拳 我倒在地上没有反抗 这是我欠如烟的 我没有保护好他 拳头雨点一样的砸在我身上 刘母在一旁流着泪大声骂着我 仿佛世界上最脏的词汇 也不足以解他心头之恨 可是 如果他真的这样爱如烟 又怎会无视他被欺凌到自杀 我倒在地上任由柳父拳打脚踢 甚至希望再痛一点 无论多痛 都不及如烟坠落的痛吧 眼泪混着血水流了一地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柳父闻声停下 脱离般瘫坐在一旁流泪 六十岁的人 像得孩子一样低声哭了起来 我擦了擦满脸的血和泪 坐起身 呆呆望着一向中 冲我微笑的女孩 声音止不住颤抖 这是如烟第二次自杀 这一次 我没能及时救下他 柳家父母闻言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颤抖着念诺重复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只知道我和如烟是大学同学 却不知道 我们认识是因为如烟 在学校星月湖跳湖自杀 我恰好路过 跳下去救了他 你们肯定也不知道 如烟那时候有很严重的抑郁症 我起身 冲柳父深深聚了一躬 又冷冷看了一旁的柳母一眼 对他道 你对自己女儿做了什么 我不想在今天这种场合点破 柳母身子一抖 双唇有些颤抖 心虚地想开口辩解 摇摇晃晃 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下 他也许永远不会明白 自己是怎么害了女儿 柳玉玉上前挽住柳母 用警惕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臭屌丝 如烟就是被你害死的 你这种穷鬼就不该妄想进城 还想娶城里姑娘 没有你 如烟根本就不会死 你就该在乡下种一辈子地 现在还对如烟妈妈不恭不敬 你腿子就是没有教养 读了书也白读 我气急返校 走到他面前 他只高气昂地抬起下巴 我仰手就是一巴掌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很快反应过来 臭屌丝 你敢打我 我没有回答他 反手又是一耳光 清脆动人 如烟堂结柳玉玉 捂着脸哭好起来 乱捂着双手就要伸手抓我 我打开他的手 继续扇他 一边扇一边骂 如烟葬礼 你打扮的珠光宝气给谁看 从小你在学校怎么威胁 欺凌如烟的 都忘了 如烟会抑郁 你脱不了关系 很快柳玉玉的脸便肿了起来 头发散乱像个疯子 他不顾形象的奸生大喊 你们都是死人吗 就看他这么欺负我 这时周围的亲戚才反应过来 纷纷围上来 一边骂骂咧咧 指责我害死如烟不算 还大闹灵堂打女人 一边摩拳擦掌地准备教训我 但都被柳夫阻止了 这个一夜间苍老的男人 红着眼问我 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我从随身带的背包里 掏出了厚厚五本日记 叔叔 您看看吧 我忍不住红了眼睛哽咽着说 好好看看你女儿都遭悦什么 柳玉玉见状有些慌了 刘母也心虚地 往柳玉玉身后缩了缩 我靠近柳玉玉 咬牙低声警告她 算你等着吧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打开电脑 找到了那个公布如烟电话号码的网友 原本准备买房子的钱 我把如烟那份好好存了起来 我的那二十万 就为她复仇吧 我找了私家侦探去查 很快就有了结果 发布视频的人 这条有如烟电话的评论 带头网报她的网友 全都来自同一个IP 复仇的烈焰已经完全燃烧了我 我甚至已经感受不到愤怒 侦探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顺藤摸瓜找过去 发现这就是柳玉玉的家 我让私家侦探继续跟踪调查柳玉玉 柳父这时找上门来 进门后她没有说话 只是红着眼看着屋子里 如烟生活过的痕迹 一边又一边地抚着如烟的相框 两久 她才哽咽开口 如烟的日记我看了 我的女儿 这些 这些畜生 她的头发比上次见识白得更多 身子深深陷进沙发里 像在坠落一个再也出不来的深渊 柳父脸上那些苍老的沟壑 都被泪水填满 滴滴答答地打在手中的日记本 她颤抖着翻开 不忍再看 只是不断抚摸着如烟的自己 2001年8月20日 姑父喝多了酒好可怕 她摸我 脱了我的小裤子 可爸爸说过 女孩子不可以这样 我推开她 可我才8岁 我没有力气 她趴在我身上 我好痛 还流了好多血 2001年10月1日 自从那天 姑姑更讨厌我了 今天放假 我也好想和他们一起去游乐园 2001年10月5日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我好想下楼和小朋友一起玩 可是不做完会挨打 2001年12月9日 今天姑姑带姐姐去买新棉袄了 我也想要 可姑姑说小孩子得动一动 长大了身体才好 2001年12月21日 什么时候才能过年呀 过年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2002年1月3日 今年冬天的水 好像比去年的冷呢 好奇怪 冬天的厚衣服要洗好久 我的手指好痛 2003年3月5日 每天都睡不够觉 上次的疤又被打流血了 不知道多久能好 爸爸妈妈 你们什么时候才来接我呀 2003年7月9日 站在小板凳上做饭 不小心摔下来了 摔碎了姑姑喜欢的盘子 流血把衣服弄脏了 又要多洗一件了 尽管我早就知道这些 在看这些文字 我依旧止不住的心疼和愤怒 我努力让自己情绪平复一下 一字一顿地告诉柳妇 不 远不止这些 上初中后你们回来了 把如烟接回自己家 她却再也没写过日记 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努力克制着不让声音颤抖 那件事发生后 柳妇宇和如烟姑姑 变本加厉地欺负她 虐待她 如烟离开后 和柳妇宇在一个初中 柳妇宇利用这时威胁 恐吓如烟 还在学校大肆造谣 说如烟是 是卖的 不干净 鼓动同学都孤立 霸凌如烟 他们把如烟关在厕所里 用烟头烫她胸部 逼如烟跪在厕所 用针刺她的身体 而柳妇宇的妈 只会和你们阴阳怪气 如烟沉默寡言 不开朗 尚不得台面 你们也会因为这些骂她 却不知道她都在承受什么 那些笑霸 小混混 听信了谣言 也感性骚扰如烟 说到这里 我已气不成声 我的如烟就是这样艰难的长大 在大一一个普通的夜晚 平静地走进湖里 想要解释这千疮百孔的人生 柳妇握紧双拳 因为太过用力而清金必现 她双眼布满血丝 眼神是滔天的恨意 我要杀了他们 看她的样子 我已不忍再告诉她 如烟妈妈又在其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黄昏的阳光洒进客厅 金灿灿地照在如烟的相框上 她就像最纯洁的天使 微笑着看着我们 我们却感受不到一丝暖意 烟灰缸里满是烟头 我恨恨暗灭最后一支烟 时过境迁 一切早已没有证据 但我会用我的方式 为如烟报仇 尽管柳妇并不喜欢我 但此刻我们依旧达成了 短暂的合作共识 为了那个我们共同爱着的女孩 我以归还如烟存款为名 邀请刘母和柳玉玉一家 在柳妇的帮助下 一切很顺利 我提前订好了包间 饭桌上柳玉玉母亲 装模作样的抹着眼泪 你早死心 我们如烟也不会死了 柳玉玉依旧是一副精致的打扮 价值不菲 在一旁哀哀叹息 柳母红了眼眶 只说了句我们如烟命不好 不像于宇 柳玉玉闻言顺甘爬 答道 婶婶你也别太伤心了 没有了如烟 你们还有于宇 沈少对于宇可好了 你看于宇这个包 听说要六万 说完还不屑地朝我撇撇嘴 有些人哪 得干大半年 才能抵上我女儿一个包 也不知道哪来的脸皮 敢来拐我柳家的孩子 我微微一笑 拿起遥控器 将包间里的投影幕降下来 你说的命好 是这种吗 画面有好几段 内容之精彩 让我狠狠给私家侦探 包了个大红包 有柳于宇和沈少 在高档餐厅用餐 她钻进餐桌下 在桌布的掩盖下 一口一口地舔沈少鞋上的酱汁 沈少不时扔一块牛排在地上给她吃 有柳于宇穿着清凉 脖子上套着狗环 从沈少车上下来 沈少把狗绳拴上 她乖巧的四脚伏地跟着爬行 还有柳于宇不知为何触怒沈少 被她按在地上打 柳于宇哭着抱住沈少大腿道歉 最后还有三张打开记录 除了我和柳父 众人的脸色都非常精彩 柳于宇爸爸气急败坏地扇了她一耳光 便扬长而去 柳于宇妈妈则是一脸不可置信 能做有钱人家的狗 也是一种命好 对吧 柳于宇 哦 我忘了 我朋友查到沈少是单身未婚呢 你也不能算家权 顶多是她为了外面的流浪狗 嫁入豪门 哈哈 打了三胎都嫁不进去 你们母女真是一个赛一个会吹 此刻 柳于宇母女的沉默震耳欲聋 还是如烟的妈妈开口 今天你请我们来 就是为了报复 你就是这么对待如烟的家人的 还没等我回应 柳于宇坚立的声音响起 她精致的面容扭曲起来 家人 谁他妈稀罕和你们做家人 都是城中村的 凭什么你们去打工发了财 回来做生意 过好日子 我还要住在城中村 一大家子几个破平房 说着又看了看我 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依然仰着头宛如一只高傲的孔雀 你以为柳如烟是什么好东西 哼 早就被人睡了的烂火 柳夫豁然起身 一脚踹翻柳于宇 转头准备收拾柳于宇母亲 却被自己老婆死死拦住 她嘴里还阵阵有词喊着 都是一家人 干什么 不要闹大了坏了名声 我走过去 一把抓住柳于宇的头发 狠狠刻在墙上 她妈想拦 我抄起酒瓶就砸在她脑袋上 一时间血流如注 我不打女人 畜生除外 怎么你一个犯罪分子的女儿 还敢这么嚣张 柳于宇文言顿是慌了 但她反应很快 眼珠子一转 打死不认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爸对如烟做的烂事 不要以为如烟死了就没人知道 你 你没有证据 我冷笑着松开她 用力把她扔在地上 抬脚踩在她脸上 证据 我确实没有 不过 一个报仇的疯子要什么证据 柳于宇 这只是个开胃菜 那天我好不容易劝住 当时就要去杀了柳于宇全家的柳父 这些事我来做就好 唯一一个带给如烟温暖的亲人 即使他不喜欢我 地上的柳于宇 早已不复一开始的体面模样 还在嘴硬 你我告诉你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不怕你 我还有沈少 我告诉你 沈少不是好惹的 他口中的沈少 是我们这里知名企业家 沈志天的儿子 他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沈家势力庞大 遍布政商两界 可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催他一口 笑道 那我等着 这天后 我转头请了黑客 把柳于宇这些视频 发给他和他父母通讯录里的联系人们 黑客收了我很多钱 做得干干净净 根本追查不到 据柳夫说 柳家的长辈 甚至开了宗词 把他们从柳家族谱除名 视频一传十 十传百 柳家一家声名狼藉 甚至听说连那位沈少 也受到了波及 在沈志天那里吃了瓜落 只是社会性死亡而已 这痛苦远远不够 就在我还在计划下一步的时候 我被几个大汉 绑到了一个废弃仓库 在睁眼 我手脚都被绑着 跪在仓库的空地上 一个表情英智的年轻人 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我前方 他表情戏谑 脚边跪坐着一脸缠媚的柳玉玉 我认出他就是照片上的沈少 他像抚摸爱宠一样 有一搭没一搭地绕着 玩着柳玉玉头顶的头发 见我盯着他 他起身走来 嘴角是玩世不恭的笑容 一脚狠狠踢在我的脑袋上 我失去平衡倒在地上 厚厚的灰尘被扬起 我呛得直咳嗽 沈少冷笑一声 蝼蚁也配直视我 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在看一个人 言语间理直气壮的好似从来如此 柳玉玉娇笑笑着走过来挽着沈少 语气透着讨好 沈少 他这种农村来的穷屌丝 能被你踢上一脚 都是他祖坟冒烟了 沈少文言哈哈大笑 满意地一把揽过柳玉玉 柳玉玉靠在他怀里 抬起眼皮不懈地撇向我 透着一丝阴毒的目光 哪怕我倒在地上看得不甚清楚 也依旧感到一阵恶寒 沈少 就是他 找人跟踪我们 还大肆散布那些照片 害得你被老爷子骂 可不能放过他 这种穷表思 自己过得不好 不知道多仇服 见不得我们好 柳玉玉使劲加了嗓子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娇媚 但语气中的恶毒却毫不掩饰 这正对了变态神少的胃口 他饶有兴致地挑起柳玉玉下巴 颇有兴趣地询问他准备怎么玩 柳玉玉见状窃喜 忙招呼那三个绑我的大汉过来 围在我身边 喝喝 放水吧 给他好好洗洗 柳玉玉甚至因为兴奋 有了一次颤印 大汉们文言 纷纷开始解皮带 柳玉玉悠闲不足 补充道 我看他那张脸最脏 嘴最毒 记得多洗洗 温热的尿液 带着巨大的骚臭味 都头都脑淋下来 我恶心地只想吐 但行动受限 我只能像一只煮熟的虾一样 躺在地上拱着身子扭动躲闪 巨大的屈辱袭来 我紧紧闭着嘴 发出愤怒的闷吼 但没有用 这些尿液 还是撒满我的头发 顺着侧脸流进眼睛 鼻孔 耳朵里 像毒蛇一样 争先恐后地想要钻进去 柳玉玉在一旁 笑得直不起腰 倒是沈少 似乎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撇撇嘴 有些失望地坐回椅子上 诶 嘴 还有嘴没洗呢 口腔瞬间 被难以言喻的心臭填满 挣扎间 我被枪的剧烈咳嗽起来 感觉肺烧得快炸了 摆着我嘴的大汗手上 也被淋到不少 嫌弃地松开我 在我身上擦了擦手 我狼狈地努力抬头 逼试着柳玉玉和沈少 柳玉玉 沈少也是这么玩你的吧 好吃好喝地照顾你 你倒是学得快 哈哈 不知道你这种自愿的 是不是味道更香些 我一边大声辱骂着柳玉玉 一边用刚才偷偷摸出的小刀 搁着绳子 柳玉玉被我骂得脸色铁青 踩着恨天高走过来 狠狠一脚踩在我身上 细长的高跟几乎欠进肉里 我疼得倒吸一口气 却依旧不依不饶地怒视着她 臭屌丝骨头就是贱 这种时候你嘴炮有个屁用 你就是在奋斗十辈子 也不配看我们一眼 浑身的穷酸味 你自己闻不到吗 你和柳如烟还真是一对 她当年在厕所也是这样 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 真是太有趣了 哈哈 恨吗 泽泽 可你能拿我怎么样 哈哈 说罢是一旁的三个壮汉 对我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空旷安静的仓库里 只有拳头 脚砸到肉上沉闷的咚咚声 我咬紧牙关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不满全身的疼痛 并不能摧毁我复仇的意志 是 我是农村烤进城里的穷小子 是每天风里来 雨里去 不敢请假一天的社畜 是早上吃几个包子 都要精心计算一下的穷鬼 但穷 就不配结婚 不配生活吗 努力奋斗 攒钱想过更好的日子 就活该被人当成笑话 甚至连深爱的妻子都要被逼死 就因为我穷 所以我如烟爱我 就是最不可赦的恋爱脑 我不服 这世界 不是富人的世界 差不多行吗 沈少兰散的声音 从柳玉玉身后传来 壮汉闻声停手 别他妈闹出人命 收场麻烦死了 老爷子最近盯着我呢 他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蹲在我身前 给你长个记性 不是什么人你都能惹的 我愤怒地看着他 眼中的炙热 似乎要实体化将他灼烧而死 沈少 玩过斗兽吗 他文言表情带上一丝玩味 有戏 我狠狠吐了口血沫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更蛊惑些 顶级的斗士 亲自下场斗兽 看着那些畜生 被自己耍得团团转 在自己手里 一点点被打倒 一点点收起兽性 变得乖巧 他玩味探究的目光 没有从我脸上移开过 我毫不退缩地迎上他的目光 想试试吗 沈少 不过片刻沉默 他大笑起来 直呼有意思 是一壮汉松开我的束缚 白手挥退他们 并告诉所有人 不许插手 果然 他这样的二十组 什么刺激的都玩过了 就剩自己亲自上手试试 感受暴力释放的快感 我稳了稳身形 很快和他缠斗起来 沈少身上都是 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肌肉 看着虎人 实战些菜 我们农村汉子的力气 很快占了上风 他脸上掠过一丝很力 抄起椅子就朝我砸来 我抬手割挡 但还是被砸得眼冒惊心 趁着空荡 沈少抽出壮汉的皮带 就挥舞了过来 金属铁扣狠狠地砸在我眼眶上 右眼瞬间火辣辣地肿了起来 眼前的视野 也带上了一层血色 好 来啊 再来 还不够 我怒吼着继续刺激他 沈少果然杀红了眼 又冲过来 我俯身迎着冲过去 拦腰抱住他 狠狠一个抱摔 紧接着一脚接一脚 使了十足的力气 踹在他头上 就是现在 趁他被踹迷糊了 我迅速闪身控制住柳鱼鱼 用小刀抵着他的脖子 变故突然 壮汉们和沈少才反应过来 我的真实目标 一直都不是所谓斗手游戏 柳鱼鱼吓得花容失色 我带着他不断往门口退 你 你这样犯法的 你知道吗 你赶紧放了我 柳鱼鱼的语调 已经抖得溃不成音 犯法 他妈的 你们帮我不犯法 我抓你就犯法 柳鱼鱼 你他妈是不是脑子坏了 口腔通脑干 面对我肆无忌惮的羞辱 柳鱼鱼一个字也不敢说 只反复要求我放了他 我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到了大门边 我凑近柳鱼鱼耳边 看好了 第二份大礼 说吧 狠狠在他脸颊滑得长长一刀 你不是最应有要这张面皮吗 今天我就毁了他 随后用力把他推向逼近的几人 转身拔腿就跑 身后是柳鱼鱼崩溃又癫狂的尖叫声 沈少 不知道这样的一条狗 你还要不要呢 我没命地往前跑 身后壮汗越追越近 转过一条小路 我狠狠心跳进了一旁的汗测池子里 我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 分水的恶臭很快淹没了我 听着他们跑远 我才狼狈地爬出来 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从如烟死后 一直是为他报仇的信念在支撑我 在我最穷困潦倒的年纪 使他陪在我身边 没有一丝嫌弃 不断鼓励着我 像个信徒一样虔诚地相信着 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们有九年美好的时光 有一个未曾见面的孩子 有一个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被柳夫按在地上打的时候 我没哭 被浇了一头一嘴尿的时候 我没哭 被沈少他们打得像条狗的时候 我没哭 此刻劫后余生 我一直不住地大笑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个人有再多美好的品质 只要他没钱 在世人眼里就不配被爱 不配结婚 受尽白眼 我无所谓 可凭什么如烟就因为爱我 就要被铺天盖地的恶意淹没 直至死亡 我抬起头 天还是蓝的 云还是白的 树叶还在随风摆动 这个世界从没有像我这样的底层人 投下过丝毫怜悯的目光 这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 也什么都不会变 只要此刻的我是恶臭的 一只渺小的蝼蚁 被人投入粪坑 看他痛苦 看他挣扎 就像小时候的游戏 扯掉蜻蜓的翅膀 看他徒劳的扑腾直至死亡 而现在 我是被游戏的那个蝼蚁 才明白这样的游戏有多残忍 我带着一身令人褪毙三射的臭味 来到医院 在医院 我看到了沈少一行人 还有那个脸色铁青的熟悉面孔 沈志安 大名鼎鼎 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商界大佬 沈志安 我挑衅地走过去 与沈少擦肩而过 低声道 宠物新皮肤喜欢吗 沈少 他第一次露出恶狠的表情盯着我 想恨不得用目光把我千刀万挂 沈志安在一旁看着我 也许是被我抽得震惊 他面上露出一丝惊诧 但很快掩盖下去 我没有在意这些人 大摇大摆地离开 下到一楼意外看到了柳富 我有些惊讶 赶紧跟上去 才发现如烟妈妈住院了 看到病房门口的我 柳富短暂吃惊了一瞬 就招手让我进去 你这什么味儿 鼻青脸肿呢 我挥挥手表示我没事 柳富接着道 正好我得去排队缴费 但他现在这样 我不敢离开久了 小金娜 就拜托你帮我看一会儿 自从他知道如烟的事之后 对我没有从前 那么深目痛绝了 我点点头 正好 我也有话想和如烟妈妈说 我臭哄哄地坐在这里 很快就把如烟妈妈臭醒了 怎么是你 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在这儿 我懒得和他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要不是叔叔拜托我 我也不想在这儿 毕竟 我实在不想照顾一个 漠视如烟被辜负性侵 甚至助纣为虐的人 如烟妈妈防备地看着我坐起身 你果然知道 真不明白 你给如烟灌了什么迷魂汤 什么都告诉你 当年如烟被接回来的时候 已经13岁 朦朦胧胧也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所以犹豫再三 还是告诉了母亲 可是如烟妈妈却说 这种丑事 不能闹出来 否则如烟名声就毁了 更何况 还是亲戚 到时候不知道传得多难听 只要大家都不说 长大了做个修补手术 如烟还是能嫁个好人家 这是如烟对母亲的第一次失望 后来 她在学校被欺凌的时候 求助母亲 母亲不以为意 甚至要她反思自己 怎么就欺负你 不欺负别人 是不是你不合群 做人也有问题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让如烟越来越沉默 生生母亲的冷漠 让如烟逐渐彻底断绝了求助的念头 硬是把自己逼成中毒抑郁 试图结束生命 在你心里 如烟究竟是女儿 还是一个可以炫耀的道具 一个代价而过的商品 我忍不住质问她 可她却依旧轻描淡写 你懂什么 父母之爱子 为之即深远 嫁个有钱人 人生轻松的多 一个好名声 就是女人最好的嫁妆 我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克制自己的愤怒 所以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看她 在痛苦里挣扎 你从来不在意她的感受 你只需要她变成一个 可以让你像世人炫耀的孩子 因为你失败的人生 实在乏善可陈 极需要一个成功的孩子 让你向所有人证明 你也是成功的 被我说破的如烟妈妈 平静的面容有了一丝裂痕 口中反复重复着 我根本不懂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我倒是希望 如烟没有你这么个妈妈 一道愤怒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柳父不知道何时在门口站着 他什么都听到了 小季 你先走吧 家务事 刚走到医院门口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态度恭敬地说 想和我聊聊 本就折腾了这么久 我早就累得七婚八素 稀里糊涂地和他们谈了许久 柳家发生了什么 我并不知晓 也不想了解 这个所谓的家 是如烟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 至于那个男人和我谈的内容 我也没有兴趣 昏昏沉沉回到家里 我再次被思念填满 深夜 那个男人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我瞥了一眼就把手机丢开 不想再理会 我抱着柜子里如烟的衣服 贪婪地闻着 仿佛这样就可以假装他还在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上面属于他的味道正在消散 过了几天 我带上了如烟最喜欢的枝子花 去公墓看望他 我真的太想他了 我像个归心似箭的游子 三步并两步一口气走到如烟墓前 可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 如烟的墓被人砸了 墓碑两个角都被人砸碎 一项照片被画了大大的叉 旁边用红油漆写着臭婊子 赔钱货 烂货等不堪入木的字眼 墓碑和墓地周围都是各种恶仇的混合物 人和动物的粪便混杂在一起 我气愤地去找墓地管理方 可他们却说前几天都还好好的 我提出要查监控 可墓地部分面积很大 监控并不能全面覆盖 如烟那里正好没有被拍到 我又开始翻看这些天公墓路口的监控 和如烟有关的人 只有柳玉玉的妈妈 我直接报了警 警方效率很高 很快就带了柳玉玉父母回来协助调查 柳父柳母也来了 得知女儿的墓被毁 柳父气得浑身发抖 但柳玉玉父母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他妈这个老前婆一脸无赖养 我是去过 我看自己侄女有问题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 他眼皮一翻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要我说 如烟这孩子从小就不老实 说不定就是他在外面乱搞 惹了什么事 你们可别赖我头上 警察问话之后 让我们回去等调查结果 柳父和他们在警局吵起来 愤怒的柳父一把揪住如烟姑父的衣领 红着眼恨声道 如烟都死了你们还要害他 还不消停 你性侵如烟的事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 如烟姑父闻言有一丝慌乱 但很快又镇静下来 一把推开柳父 一连你耐我何的表情 你可别瞎说 你女儿自己不干净 别赖我身上 你有证据吗 柳父听了这话 既愤怒又深感无力 颓然的松开手 失落的念叨着 是自己这个爸爸没用 柳母扯过柳父低声道 这种丑事不要再提了 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用 你想如烟死后 名声都保不住吗 我本不想和他们纠缠 一听柳母这么说 气不打一出来 你不去谴责伤害如烟的人 就知道面子面子 受害者有什么错 没脸的是她 不是如烟 柳母正欲反驳 柳玉宇带着沈少匆匆赶来 她脸上绷带还包着 从前硬装出的 精致高傲的气质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 满身挥之不去的阴郁气息 她身旁的沈少 阴沉的开口 又见面了博打 柳玉宇站在她身边 愿毒地看着我 我微微一笑 眼神在她和柳玉宇身上 来回打转 故意半想才到 沈少真不挑食啊 呵呵 沈少瞪我一眼 没有理会我 柳玉宇也罕见得没有嘴臭 一个男人 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跑出来 毕恭毕敬地 把他们二人引进去 嘴里还不停奉承着 沈少您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您招呼一声就好 怎么还亲自来了 沈少不耐烦地撇开她 指着我 这人 诬告我朋友父母 你看怎么处理吧 一个小警察 在男人耳边 低语了几句 他露出为难的表情 搓了搓手 小心措辞道 沈少 这 其实也不能算诬告 目的那边 确实有您朋友母亲 提着大包小包过去的监控 我们 我们也在调查 沈少文言目光锐利地 瞪了男人一眼 男人舔了舔唇 硬着头皮道 您 您实在要告他诬告 也不是不行 我 我去请示一下 您稍等 说完一六言跑了 柳玉玉走到父母身边 挽住他们 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我 爸妈 你们放心 有沈少在 谁也欺负不了你们 柳玉原本还很心虚 文言顿时挺着了腰板 不住地夸柳玉玉有出息 有工作人员给沈少搬来椅子 他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坐下 得意地指着我 你 我会让你知道 蝼蚁或人的区别 我说你诬告 你就是诬告 不信就等着 柳父想为我出头 警告沈少不要欺人太审 现在是文明社会 不是他可以只手遮天的 沈少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样 笑得停不下来 半嗓才要五扬威地说 捏死一只蚂蚁 还需要遮天 哈哈哈哈 今天我还就告诉你们 别说这小小一个派出所 你就是随便去哪儿告 我都不怕 这时刚才那男人 一路小跑出来 为难地对沈少说道 沈少 王所说 说 告他们诬告这事 不归派出所管 您可以去法院起诉 我一听 毫不留情地在一旁 发出一阵暴笑 沈少脸色 仗成了猪肝色 这时 沈志天带着助理走了进来 沈少慌忙站起来 恭敬乖巧地站在一旁 不敢说话 连王所也匆匆忙忙 赶出来迎接 沈志天一脸随和地摆摆手 别紧张 都别紧张 说完锐利的双目扫尸一周 强大的气场不怒自威 我只是作为纳税人 来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 咱们的公权部门 可要秉公执法 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王所一眼 王所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连连点头称事 沈志天此人 纵横商界的大佬 手眼通天 连市长见了他都要给几分面子 更何况他一个小小所长 沈志天继续开口 声音不大 却使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当然 作为一个父亲 也可以理解为 我是来做我儿子坚强的后盾的 沈志天一听这话 眼睛都亮望 如言辜负一家腰板而挺得更直了 沈志天直直朝我走来 柳玉玉一脸迫不及待 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沈志天紧紧逼试着我 沈志天紧逼试着我沉声问道 怎么你还是不肯认吗 我握紧双拳没有开口 柳玉玉母亲刻薄道 哼 知道怕了 晚了 穷乡僻嚷来的野种 沈绍阴策策的骂道 你逗不过我的 臭水沟里的烂蛆 沈志天转头一瞪 他俩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开口 由于许久 我终究还是不情不愿的低声喊了一声 啊 沈绍金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随即他哈哈大笑起来 穷逼 你想钱想疯了吧 哈哈哈哈 见个有钱人就认低啊 哈哈哈哈 沈志天没有理会他 重重拍的拍我肩膀 心味道 你终于想通了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说完环室周围一圈 瞇了瞇一眼 警告道 我沈志天的血脉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领弱的 众人惊得说不出话 刘母在一旁喃喃自语 怎么会 怎么会 他怎么可能是 柳玉宇先是一惊 随后色缩地看我一眼 喃喃自语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就是个屌丝 还是沈绍最先回过神崩溃的喊道 爸你说什么呢 你老糊涂了吧 沈志天一巴掌把他脑袋都扇得偏过去了 立声道 混账东西说谁老糊涂 我告诉你 伯达他是你哥 是我另一个儿子 你的账我回去再慢慢跟你算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对你哥做了什么 随后 他转头对王索谦和笑道 让你见笑了 小李 把东西给王索 沈志天的助理就是那天那个西装革里的男人 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打照片 是柳玉玉母亲去购买大锤 油漆等物品的记录 还有他带着这些东西 一路去墓地的各个路口的监控 同时还有厚厚一打资料和一个硬盘 他说里面是柳玉玉在网络上网报造谣他人的证据 不仅是如烟 还有很多其他受害者 看我欲言幼稚的样子 沈志天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可是年代太久远 我也无能为力 找不到证据了 在沈志天的威慑下 柳玉玉一家的事处理得很快 柳玉玉母亲被拘留 墓地提出追偿 他们家赔了一大笔钱 柳玉玉虽然网报造谣 但够不上拘留 但离开警局后 沈志天请了一个律师团 直接起诉了柳玉玉 埃格尔替受害者们 状告柳玉玉 并追究精神损失赔偿 现在柳玉玉官司缠身 头疼万分 开庭这天我也去了 柳玉玉在我面前 再没了从前嚣张的气眼 但紧盯着我的那双眼睛 就像脆了毒 回家的路上 我低头感叹着命运的峰回路转 沈志天告诉我 当年他下乡做知青 和我母亲暗生情愫 有了我 可他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 提前回了城 等再回去找我们 已是大海捞针 也许 我们再晚一点买房 在沈志天找回我之后 如言就不会死 我们就会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结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边走边想着 等我回过神 一辆飞制的大货车 已经快撞上我 我用尽全力闪避到绿化带 幸好 两根电线杆阻挡了大货车一下 但我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撞击 躺在医院看沈志天送来的监控 这大货车分明就是有目标的撞向我 有人要我死 用脚趾头都想得到是谁 可十几天过去了 大货车司机咬死了 就是自己疲劳驾驶 沈志天沉了脸色 对我说 我知道是谁做的 可那毕竟也是我儿子 我没有理会他 转头离开 我会自己报仇 沈少从来不是我的目标 柳玉玉才是 我自己的生死 我早就无所谓了 可刚走到我家楼下 草丛里窜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直接朝我冲过来 我猝不及防吓了一跳 半天才认出这人是柳玉玉 他狼狈的像桥洞底下的流浪汉 头发乱的像鸡窝 衣服都是血污 还破了好多地方 身上都是清清紫紫的伤痕 从前那张精致的面庞上 横跟着一条长长的疤痕 看着尤为可不 他讨好的看着我慌张的说 我有证据 我有审少要杀你的证据 求你救救我 见我醋眉 他慌忙跪下来 砰砰砰的给我磕了好几个头 磕的地上都是血迹 嘴里不住的哀求 求你了 求你了 只有你能救我了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带他回了我家 在柳玉玉的哭诉中 我才知道 沈少恨他 觉得都是因为他 自己才莫名其妙 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好好的财产要被分走大半 于是干脆把他囚禁在别墅地下室 每天虐待他泄愤 各种刑具往他身上招呼 每几天他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柳玉玉哆哆嗦嗦地从内裤里 掏出一个录音笔 这里面是沈少买胸壮里的录音 他 他就是个魔鬼 变态 畜生 他愤愤地咒骂着 而后脱离般瘫坐在地 捂着脸低声哭泣 呜呜呜 他这种人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真是可笑 柳玉玉这种人 什么时候也这么讲法律了 说话间 他爬到我脚边 抱着我的脚 挨挨恳求 过去的事 我都知道错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毁容了 名声也毁了 你也出气了吧 你放过我好不好 求你了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嫌弃地踢开他 你这种人 送我玩我都嫌脏 打发他老老实实 自己待着之后 我打了个电话 又告诉柳玉玉 在这儿等着吧 现在柳玉玉对我言听计从 忙不迭点头 少时 门铃响起 柳玉玉眼睛一亮 赶紧去开门 警察终于来了 我要让沈少那个畜生 啊 门外的沈少一把揪住柳玉玉的头发 我挥挥手 让他赶紧走 别弄脏我地方 笑话 救柳玉玉 我还没有圣母 到放过害死自己妻子的人 我那个电话是打给沈少的 不用想 我都知道 柳玉玉今后的日子 会更加生不如死 我俯着如烟的照片 红了眼 如烟 这样算是给你报仇了吗 三个月后 我在新闻里看到了柳玉玉的尸体 目击者接受采访称 尸体被凌虐得不成样子 新闻里的马后道 几乎占据整个画面 没多久 沈少落网了 被捕时的他还在叫嚣 他不知道 从柳玉玉尸体出现那颗开始 沈志天就放弃了他 专心培养我 电话响起 是柳父 如烟妈妈说想见你 挂了电话 留意许久我还是去了 见面时我惊呆了 如烟妈妈中风瘫痪了 柳父告诉我 自从知道我是沈志天儿子之后 他就磨正了 整天哭哭笑笑的 没多久就中风了 现在躺在床上 很难说出完整的话 咿咿咿咿的全靠猜 柳父说他这个样子 养护和治疗不要花很多钱 想到他对如烟做过的事 自己也不想把养老钱搭给他 我微微一笑 看着床上的如烟妈妈 说 叔叔你放心 钱不是问题 我会每个月给你打钱 好好治疗他 别让他死了 如烟妈妈闻言 浑浊的眼睛些微亮了亮 他含泪看着我 咿咿咿咿不知道说着什么 我继续倒 但是养护 我看就不必了 太折腾人家护工了 不会死就行了 就这样让他好好活着 清醒地为自己赎罪 每天活在悔恨里 慢慢熬接下来的人生吧 有夫面露纠结 最终还是点了头 之后我跟着沈志天进了公司 被他带着历练 一年又一年过去 沈志天也老了 渐渐把公司交给我 这些年 总有人想给我介绍各种千金 也有各色女人 打着各种旗号想接近我 可我的心 早就随着如烟的纵深一跃 碎成了炸 42岁这年 我一如往常去资助的福利院 看望那些小孩子 院长说 有一个新来的小朋友 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 看着税嫩的文笔 我心中有些触动 让院长把那孩子带来 一见面 我愣住了 他长得和小时候的如烟 几乎一模一样 我哽咽着提出 要领养这个孩子 手下的人办事利索 很快就办完了手续 如烟 是你回来了吗 还是我们当年的那个孩子 回来找我了 我精心养着这个孩子 取名记思雅 把他宠成公主 带他去墓地看如烟 告诉他这是妈妈 在目前 我气不成声 思雅举着小手 细细为我擦拭眼泪 用税嫩的声音对我说 爸爸不哭 老师说 离开的亲人 会用另外的方式 守护在身边的 他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坚定地告诉我 有时候是心情 有时候可能是一阵风 嗯 可能是别的什么 也说不定 但妈妈肯定一直 都在爸爸身边的 是 我相信 如烟一直在我身边 我牵起思雅小小的手 一步一步离开 没有回头 如烟没有的美好的童年 思雅会有 等他长大 他会挽着我的手 嫁给心爱的人 就像我和如烟 曾经期待的那样 全文完